好,同学们好,我是赵老师,欢迎来到赵老师说法课堂 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讲解的字是辅 辅,那我们拿到一个字,老师是怎么教大家去分析一个字呢? 第一步,先判断一下它的结构 这个辅字是什么结构啊? 左上包围结构,是不是? 左上包围结构 那我们的结构已经判断完了,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 左上包围,我们先分析外面,再分析里面 外面这个广字头,上面包裹的这个广字头 你看看,我们在说写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广字头 这个横并不是写的太长,是不是? 横不要写的太长,然后撇 树下放开,往左延伸 往左延伸放开 但是这个广字你不要写的太斜 有同学广字头这样写的 拉的也很长,对吧? 斜的太狠 但是你要知道啊,你看 它要把里面的包裹住啊,里面的部分包裹住 所以你还得竖向放,放长一点 然后往左延伸,是不是? 你看在这个字里面,它这个广字头包裹到哪儿? 里面部分它包裹到哪儿? 是不是大概到脚脖子的地方,是不是? 所以你不要写的太斜 如果你写的太斜的话,你看 如果,你看,你要包裹到这儿的话 你看,它得拉多长 那这个撇拉的过长就不好看了,是不是? 所以我们在写广字头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 点和横是分离的 横不要写的太长 然后写竖向拉长往左延伸,是不是? 那左上包围结构的字 老师还给讲过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啊 就是里面,我们现在讲到里面 里面包裹的部分要往右稍微移出来一点 不要完全的包裹在这个广字头里面 为什么大家还记不记得? 你看这个腹 它是不是这个横要露出来一点,对吗? 横要露出来一点,看见没有? 并不是说完全的包裹在这个横画范围之下的 它为什么要露出来 往右上稍微移出来一点呢? 因为这个撇,广字头的撇,它是往自我延伸的 所以里面部分啊,往右稍微移一点 和它平衡一下,重量 因为如果里面腹完全都包裹在里面 你这样使劲靠理解 使劲靠理解 那它这个重心就偏左了 会造成左边重,右边轻 左边重,右边轻,不平衡 所以你看,左边有撇,往左延伸 右边,那你这里面就要往右稍微移一点,露出来一点 这样,两边才会相互平衡 好,大家清楚了没有? 你看,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组里面这个 整个的字形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负 这个负,字形是偏什么的? 它是胖的,是胖的,还是瘦的? 它整体的形状还是比较苗条的,对不对? 瘦长,看见没有?这个负字是瘦长的,对不对? 它包裹在这个横画之下 然后形体瘦长 往右微微露出来一点 有一点是伸出来的 并不是完全在横画的范围内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好,我们现在讲到这儿 里外都分析完了 现在我们一起来具体看一下这个字的书写吧 好,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斧字的写法 左上包围结构 先写外面再写里面 先写广字头 注意点横是不相连的 点儿 横微微微往上倾斜 在这个上面广字头的包裹下的 然后竖钩 哎,这个字最低的部分你要记住是竖钩啊 是竖钩 然后点靠上写,靠横,靠近横 靠上写的 哎,是这样子的,看见没有? 好,这个点在这儿 这个整个字写你观察一下 里面是不是瘦长的 然后稍微移出来一点 好,这期视频我们斧字就讲到这里了